字幕提供 Hello 星野教室朋友大家好 教主今天教什麼呢? 接下來是熱天 香港潮潮濕濕 個人又沒什麼胃口 今天選一個 非常簡單 由開胃 沒有胃口的天氣 做一個沙拉 配合了一個韓式的 泡菜 泡菜 白爪魚沙拉 韓國人很喜歡吃軟體食物 八爪魚、魷魚很喜歡 在韓國那些每一隻動動動的 我也說了幾噁心 我接受不了 這裡預備一些洋蔥 用冰水泡一下 第一,減一下 在水裡擠少許檸檬汁 再把蔥和紅椒 放進去 過一過冰水 蔬菜又會脆一點 不要理會它 真的會脆一點 這樣我們 可以放在一邊 停乾水去 好,這個水滾 我們放少許鹽 一茶匙左右 灌一半 現在在水裡 放少許檸檬汁 我習慣放在蔥裡 將八爪魚 出一出水 這些八爪魚 放下去 八爪魚很快熟 不用放太久 但是要記住 水要多些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有些朋友說 煮八爪魚很韌 是不是 我控制的方面 控制得好些 其實沒有這個問題 出現 你見到它 一煮完 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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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騰 八爪魚 其實就熟了 這個時候 立刻 拿上來 放在冰水裡 降溫 已經很脆 我今天是新鮮八爪魚 如果不是 如果再方便些 坊間有些八爪魚酥 我們在冰水裡 放少許檸檬汁 讓它立刻降溫 好 好 我們在急降之後 我們拿出來 把水拌好 最重要 做這個 越少水就越倒 好 這個沙律 會有一個Size 我們會用到 如果有韓國大醬 韓國辣椒醬 我們會用 這樣 調味道不夠 我用了自家的麻辣醬 大概一茶匙左右 夠了 很辣的 我又怕它接受不到 給兩茶匙左右的糖 和一下味道 亦都給少許鹽 少許就可以了 幫它釣花味 因為始終海產 它都會有它的可洋味 水滾 對不對 我放少許胡椒粉 好 接著 我們放些橄欖油 好 橄欖油下了 接著我們和一下 我們放牠 刮一下 然後 要把檸檬汁 然後放些檸檬汁 直接放甚麼檸檬汁 不用 như再拿… 用什麼 Nou 油好味 ner 然後放上去 做事最重要是簡單方便 好 那我們拌一拌 剛才的洋蔥我先放進去 也把魷魚放進去 這個汁真的能靠得住 先拌勻 全部都會有味道 很精神 好 接著是放些泡菜 泡菜多少 自己喜歡 喜歡吃泡菜便多些 戴上乾淨的手套 或者用洗乾淨的手 拌勻 這樣便可以了 準備上碟 好 那你拌完之後 可以直接放進碟裡 韓國人也是這樣 用來幫 你拌勻 非常美味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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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最後味 當然要灑點 好少許 加一點 芝麻 對嗎 少許芝麻 這樣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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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看見了 是一個 好開心 好開胃 好開胃 的沙拉 這是什麼 這些東西 不能商談 守門的東西 好 在這個熱天 希望大家都喜歡 芝麻 麻油 這些 韓國人不可以滑絕了 好 一個這麼棒的八爪魚泡菜沙律 大家喜歡不喜歡 喜歡怎樣 跟著來做 好嗎 下次星期教室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